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贺一堂受宠若惊 入秋的夜里一个醉酒的客人在店门外耍酒疯 陈怀海叫伙计们把他背进了老酒馆 并让伙计送他回家 贺一堂的店里来了一位看似富贵的人 酒足饭报结账之时却推诿赦账 说等凑个整数再结 留下满文落款扬长而去 吃上一层楼 挺聪明个人怎么又犯糊涂了 你这个馆子太小了 我多来给你蓬蓬尝 你这生意不就又来越红火 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 老酒馆里老白对店里的酒不是很满意 告诉陈怀海是酒刚裂了凤把酒气放走了 陈怀海检查发现真是酒刚裂了 对老白佩服至极 感叹酒刚前问虎藏龙 夜晚老酒馆因为喝高的客人在对着众人吹牛 被常来喝酒的白发老爷子讽刺一番 另一边贺一堂店里 那个奢账的富贵之人又来吃饭奢账 贺一堂请纳正宏给看看 是哪位王爷富贵之人 和纳正宏不敢凑近查看 只是提醒贺一堂不要随意得罪 那我现在要不要再结账 那这样我不少钱呢 递之后是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老酒馆速看版